你們都會干擾到鄰居 還沒看到人影 就先聽到聲音 接著走出來的民眾主席 柯文哲被問到這件事情 一臉淡定 各式各樣的問題 柯文哲單純聽聽 不回應 緩步 上車離去 不過如今黨內面臨空前危機 陳代表民眾黨參選立委的學者 何景榮就呼籲柯文哲 比把全黨拖下水 應該請辭黨主席 這個可能是意見領袖 也私下再進行一些 不管是串聯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希望能夠說服 一些支持者 是不是在這個黨內裡頭 進行一些運作 誰想逼退主席 不會言黨內有部分領袖 私下運作ING 但選前大力支持他的網紅 館長陳之翰 他則替柯文哲抱不平 他沒有做錯事情 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他沒有當選 他唯一做錯的事情就是 他沒有媒體 去跟人家拜託 他說但是沒有任何節目 通知他去上 我想現在政論是每天 幾乎是全時段的 在做很多的攻擊 那單一次的專訪 能不能夠真的改變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要評估的 明明都想 敬奮心力 但要如何化解 眼下危機 自己人的想法 似乎有著不小差距 TVBH 東京南 追蹤局局部門 A小組 台北 柯文哲捲入了金華城 按持續延燒 繼北檢陸續約談 多名官員以及督委之後 今天早上又有了最新的進展 他們大動作的 來搜索威京集團的總部 在最重要的占捏位置 商辦是一定需要 因為金華城創辦人 就是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 除了搜索公司 還有住家 一共43個地點 包含證人在內帶回14人 不排除會陸續送到地檢署覆序 這回會被搜索的關鍵 疑似就是金華城改建過程 1987年 威京集團取得機械廠舊址 建立金華城商場 經營18年後 不敵虧損 2019年結束營業 改建成頂級商辦 因為沈慶京認為 台北卻一個大型商辦區 所以才會有商辦大樓計畫 而改建中 從原本的392%容積率 提高到560% 多次送件都被否決 經過多個單位 在由監察院調查後 韓文糾正北市府 在2018年 把容積率回復成560% 最後在2022年 柯市府公告和可 拿到840%的容積率 而除了威京集團外 這回被搜索的名單中 還有他 日前才回應被名嘴爆料 便當會就是金華城案的 關鍵轉折 說只是誠情案之一 這回疑似被查出 涉嫌當牽線人 才會被檢方調查 並搜索市議會辦公室 尽管針對搜索約談 北檢表示不便證實 但以目前的行動來看 恐怕已經掌握更多事證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藍綠兩黨幹部 護搖耳朵好不熱絡 只不過面對鏡頭 又是一個對立面 政治人物的青年 非常的重要 從鄭文燦市長的例子 我們看到 政治人物如果沒有 把自己的操守 這個把持住 那麼一旦不勝 真的就會出現 很多的司法的問題 痛批鄭文燦涉灘不可取 那同樣也因涉灘 200萬交保的自己人 鄭天才呢 鄭天才委員呢 他本身也是學法律的 我想他心中是有一把尺 我個人是對他非常有信心的 而這態度跟前一天的黃國昌 似曾相似 不知道 隱藏了人事費用的直處 這個部分都是 完全沒有了解 被問及柯文哲的爭議 黃國昌一概以不知道為由 拒絕回應 不過下午鄭文燦涉灘遭起訴 臉書隨即發長文 痛批面對此一臭不可聞的 貪腐弊案 絕不能因為鄭文燦起訴 到此為止 至於被藍白圍攻的鄭文燦案 民進黨態度是這樣 對於可能涉及弊端 我們的態度就是尊重司法 言查言辦 誤網誤眾 坦然面對自家人的失誤 但罵起柯文哲 現在柯文哲他們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出來宣稱的 說要做公益 最後卻把它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搞資本遊戲 還有國民黨的振天才 一定要除幣 所以該查的查 該辦的辦 字字句句 啃腸有力 三黨立場不同 但對自家人的爭議 處理方式多少 有志一同 TVP的新聞 李國正 邱昂柔 台語報導 好 對於柯文哲 現在綠營是抽絲剝繭的檢驗 來看一下 現在柯文哲的 4300萬選舉補助款 買商辦的事情 現在又在爆出 Money 這承租的公司 那許淑華是講說 其實柯文哲 狂花4300萬高價 買下豪華辦公室 而且疑似是現金購房 嘴巴上面講說要做個人辦公室 不過辦公室實際上是 先發新業再使用 所以柯文哲是爽當包租工 其實這個股東之一的李天朵 也就是說我們國安局的退役上校 李天朵 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他臉書上面有曬出來 跟這個沈慶金 朱雅虎 一起喝酒聚餐的照片 沈慶金是屬於威京集團 就是老闆 那這個朱雅虎是子公司 鼎月開發的前董事長 那這也就是代表說 金華城申請容疑30% 一分不減 全部取得的一個關鍵人物 就是這個朱雅虎 那李天朵被問到這件事情 他就講說 其實這個先發新業 也就是承租這個柯文哲辦公司的先發新業 代表人貴俊傑把他列為公司股東 其實沒有向他告知 所以他說他完全不知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承租人 貴俊傑怎麼講呢 他說其實房東在今年6月 已經告知變換屋主 但是他當時並不曉得新的屋主 是柯文哲 那所以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民眾黨怎麼回答呢 民眾黨是說 因為是基於買賣不破租賃的原則 所以就讓原有的這些租客 可以租到租賃期滿 然後後續再作為個人辦公室使用 所以他們也有一個理由 就是說我們現在當包租公是不得已的 因為人家租約還沒有滿 所以我是被迫當包租公的 那這個等到租約期滿 是什麼時候他也沒有講很清楚 但總之他們就講說 等到滿了之後 我們就是要拿來作為個人辦公室 那再來看看 這個淑慧 游淑慧他怎麼講呢 他說其實選辦法第41條 政黨推薦的候選人補貼費用 應該是由推薦的政黨領取 而不是候選人本人 柯文哲經常是講說 民眾黨是小黨窮黨 那時候希望小草們多多抖內 來支持他的這場選舉 很多小草是餓著肚子 就是自己吃泡麵 要去支持柯文哲的 結果沒想到 這樣子的一個補助款 也沒有回到民眾黨 而是柯文哲拿走 而且現在還爆出來這樣子 買辦公室的這樣的一些投資 疑雲 所以他又講說 在可能觀感上面 大家覺得結果是黨主席 從民眾黨的破碗中搶飯吃 還搶走了三分之二的飯 的確觀感不好 再來還有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金華城案 也得要趕緊解釋 彭政生講說 金華城案是柯文哲交辦的 許淑華講 那就是這樣子受柯文哲交辦的 一個專案小組會議 要幫金華城研議 非都更區的都更獎勵 那柯文哲一直說 要開記者會把事情說清楚 那他說得要看會計師公會 是不是能夠配合整起案件 是不是要涉嫌圖利金華城呢 現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要去告黃珊珊 他去暗邻台北地間署 追加告發黃珊珊 是不是涉嫌圖利罪 這事情是會讓大家外界 越看越覺得物理看話 怎麼那麼複雜 收絲剝繭 裡面還有一些文章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在質疑說 黃珊珊你這樣子的立委角色 還要繼續做下去嗎 不但繼續做 還被人家發現到說 她還在爭財 她的委員辦公室 還在爭兩個職務 開了兩個職缺 然後有法案研究員 然後還有這個影像剪輯專員 月薪都在4萬塊錢以上 看起來好像要再戰 繼續戰下去 那另外 蔡壁如現在也變成了 另外一個劍拔 人家在想說 這是不是民眾黨內部 這邊燒起來 因為我們知道 民眾黨內部自己鬥很兇 這一派燒起來 是不是反咬另一派 還是怎麼樣 就是外界可以見風插針嗎 你看到今天這個鏡周刊 一連報了5篇的大篇幅報道 講的意思大概就是 一盆髒水潑過來說 假帳火燒 蔡壁如已經先用標題 給她訂了罪了 已經告訴你說 蔡壁如 這個人事費拆成330 9筆帳報成了交通費 是不是涉嫌報假帳破百萬元呢 那每一筆幾乎都是定額 不僅有未遭文書 還有規避投保勞健保的疑慮 可能會陷入 這個助理漏報稅之餘 那這樣一連五篇的報導 蔡壁如就回應 她就說 三個禮拜前 就社群媒體在流傳 她的報章資料 可能是網軍刻意挑選 在這個時候 想要惡搞民眾黨 那柯文哲跟我 那不必要 就是說有必要的時候 他會不排除提告 那他說其實呢 這個都有請教過會計師而已 車馬費的方式申報政治獻金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村長就講 現在這個惡劣的風向 正規選舉常務 媒體卻下標拆成300份的加班費 蔡壁如涉嫌用人頭做假帳 這等於是給人家 好像定了最一般 我們先來問一下盛峰哥 盛峰哥怎麼看 現在目前民眾黨的風暴 我覺得大家要這樣來弄 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好 那各政黨大家認真努力 看一下對方的暴障案 因為我的經驗裡面 至少參與政治活動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大家了解 就每一次選完幾次後 負責總務或是什麼 就會想說 依照那個規定什麼時候 要去暴障 大概就暴了 我們大概只會問一句話 說那合不合那個規範 而且要合了 那一般來講他有一個上限 大概不過那個上限 爆了就是了 真的獲險人會認真去看那個帳的 大概很少 而且一般來講 就是做帳的人做了 最多再找一個會計師的朋友看一看 有沒有問題沒問題 大概就爆了 好假如大家都需要用這樣子來檢驗 我也不反對 國民黨加油一點 好好把民進黨的獲檢人的 拿出來查一查 但是是不是自己也擔心 人家也要來查 我的意思說 這個東西是以 柯文哲這個是出問題 不會有問題 但是另外其他的 是不是大家要先來練臂戰場 這個戰場裡面就是大家 要走行政主義或是實質主義 這我覺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是不是要來一個恐怖平衡一下 我也不反對 反正大家平常都法相莊嚴得很 這一次把他請下神壇一下 也沒什麼不好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這個事 我想他人是已經完全崩塌了 前面傳出去看1.2億的房子 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我們又不是買不起 第二個就是又都是這個補束款 去買了辦公大樓 不是不可以 是你給人家的感覺是 其他的人拿到了這個補束款 是捐給黨 然後成為黨的費用 那你呢 是做了什麼事 這個漏差太大了 尤其嫌棄的時候你是告訴人家說 我需要來支援 那你現在呢 現在的是我拿這個錢 要去買辦公室 然後呢 要來做這個什麼 這個家裡要買1.2億 這個給人家的漏差 感覺太大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 說買了這個房子 這個成租的問題 這個是有的 買房子現在已經有成資負債了 那成資負債會記 這個是有 其實柯文哲很簡單 你把你的買賣企業看一下就好了 買賣企業一定會訂 會就會訂了 說我買了 但是成資負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而且這個租金要怎麼轉 要在還款裡面怎麼扣 幹什麼等等有沒有 這一定要交代的 其實也不用 就講出來就好了 只要一講出來 那一個公司是誰 也跟你無關 不重要的 那個公司的背景怎麼樣 也跟你無關 不重要的 就把它提出來就好了 就所有的事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柯文哲這個案子 最大的特點就是 都是用嘴巴收的 都是用嘴巴收 而且更可怕的是 收到現在有一個特點 好像都沒有人替他 在講正面的話 而且每天我看都是他身邊 過往身邊都在講他的 不好聽的話 這個是他自己要去面對 所以我認為 已經完全崩塌了 完全崩塌了 最後一個案外案 李天斗說 我不知道我是股東 我告訴你 那個什麼 規禁決的有沒有 準備好 準備好這解釋 因為這個決定是違法的 對啊 因為他要蓋章 要蓋什麼有沒有 要去簽名 他都不知道了 那從哪裡來 這決定是一個大問題 好 來問一下宏廷 我覺得這裡面 凸顯出一個很奇怪的部分 就是說柯文哲他的這個財務 到底在做什麼 也就是說 基本上政黨是有政黨補助款的 因為每票50元 按照所謂的這個政黨部分區的 這個選票來做 所以你說今天民眾黨 如果要買一個民眾黨自己的 所謂的辦公室 他可以用所謂的政黨補助款 來處理這個部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總統選舉的補助款 基本上他是會政黨 也不是會個人 所以你柯文哲在這裡面 你分到了7000多萬 那這個金流怎麼走的 這是一個 然後你再去買了一個辦公室 可是這個辦公室 沒有辦法立即使用 它是一個帶租約的 坦白講 這比較像是一個投資性商品 這比較不像是一個 要使用的辦公室 因為今天我就算買了一個辦公室 他原本有所謂的公司 在乘租對不對 他應該是買賣不破租約 應該不是買賣不破租令 租令是跟租 所以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買賣如果不破租約 你也可以提前跟他提到 就是說我提前合意解約 或甚至我補充你一點 所謂的這個賠償金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就有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可是你看起來他並沒有 然後現在大家不知道說 這個租約到什麼程度 看起來只是一個回饋率 大概5%的一個投資性商品 那就變成所謂的個人投資 而並不一定是所謂的辦公室 所以我覺得今天柯文哲 要思考的一個部分就是說 針對我們很多的爭議 你應該要馬上講清楚說明白 因為當初有多少 坦白講小草的心態就是 當初看起來民眾黨是很辛苦的 是逼路藍旅的 是大家所謂的 每個人捐獻捐出來 然後一起來成就你去進行一個 所謂的社會運動 改革運動也好 大家所認為是這個樣子 可是現在小草看到的事情就是 我捐給你的錢 最後劃回政黨劃回 總統補助款之後 你並沒有繼續的去做 所謂的這個社會運動 改革運動 政治運動 你反而什麼 你反而去買了一個 投資性的商品 小草當然會有所謂的 這個背叛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針對錢的這一件事情 他有必要說清楚 講明白 而且我覺得他要 他要很清楚一件事情 過去幾次的市長選舉 都並沒有出現 這樣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在這一次的總統選舉裡面 出現了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問題 而且這些暴障的粗糙程度 已經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 你過去的暴障 都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而你在這一次的暴障裡面 出現了這麼多奇奇怪怪的 這樣的一個事件 我覺得有社會大眾 很想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你柯文哲在這場總統選舉裡面 你到底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暴障 暴得這麼混亂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家都在等你的解釋 但看起來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 並沒有很正面的去回答 這些所有的爭議 我覺得大部分的民眾 還是物理看話 好 來請教惠仁哥 柯文哲跟蔡壁如搭檔很多年了 所以套路都是一樣的 出了問題就推給會計師 會計師叫我這樣報的 會計師去報的 會計師怎麼會這樣子報呢 任何一個有Sense的會計師 這個盛豐老師跟徐洪廷 都選過很多次 哪有人 那我就批評村長 村長你的帳也是這樣報的嗎 村長你不要逼我去查你 我跟你講 哪有人這樣子報的 你該報人事費就是人事費 車馬費 交通費就是交通費 哪有人混在一起報的 誰教你的 你這樣我每一筆 都報車馬費就好了 這不是逃漏稅是什麼 最簡單就是你死公務員 登載不死 不然是什麼 這不是偽造文書是什麼 哪有人報這樣亂報的 你就時報時消 我今天請了這個幹部 請了這個志工 他的這個支出是多少 他的車馬再加班費 我就照報就好 為什麼要這樣子 找一些有的沒有的 2014柯文哲選台北市長說 他有雅士伯真是騙你的 他根本沒有 2018他台北市長要連任他說 我沒有錢 我把陳佩琪的房子 去貸款2000萬也是騙你的 你也不知道 你現在知道的 就應該把這些事情 希望小草能夠醒一醒 我給大家看這個桃園的 我要鞭視一下這個桃園地間署 你看他弄了一個圖是什麼 是料性背高跟蔡律師的手機通言逸文 這個記者會有 然後監聽時間是2018到2019 我就批評這個桃園地間署 我請問你 我幫 我請問你 請問你監聽鄭文燦幾年 我對這兩個沒興趣 這兩個我都不認識 那你監聽鄭文燦幾年 你2018到2019你還在監聽 那我請問你 蔡英文在執政的時候 你怎麼不辦鄭文燦呢 請問2018跟2019的總統是誰 很像是蔡英文吧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不辦他呢 好 你看這個立法院的這個圖 我講一下柯文哲的這個圖 被人家試插帽拿來畫這個圖 柯文哲你笑得含 來 觀眾朋友可能對這個比較不熟 這個是林申南路 這是紀南路 柯文哲買的商辦在這一間 這個是外觀有拉皮過 所以看起來很新 這一棟就是1億2000萬的 那個圓立群英的豪宅 這邊就是立法院 所以擠南路這邊走過去 這個是往西的方向 這就是預備 所以很近 這走路幾公尺就到了 所以陳佩琪才會去看這間房子 但是觀眾朋友我請問大家 這個相對剝奪感重不重 這個是在選總統的時候 很多跑熊貓 跑UberE的朋友 把柯文哲的競選廣告 背在這個袋子後面 可是這些小草們 5001000的捐給柯文哲 柯文哲 你們陳佩琪去看房子 看這間 看這1億2000萬 你們拜託 你不是跟我講居住正義嗎 那你的居住正義是什麼 就是你剛剛講這個 這個買這房子 原來柯文哲是包租公 還收租金 你也還買房子 你當初買這個辦公室 如果你買的是民眾黨的名字 那我們就不講話了 那你為什麼寫自己的名字 我最後講一下 昨天的這個彭震生 這個是彭震生 這是柯文哲的副市長 這個台北市議會的調查 許永廷你是北市科的專案小組 北市科還沒 這個是金華城的案子 說是柯文哲交辦 這個人已經被限制出境了 是圖利罪 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罪 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他被限制出境 他是柯文哲的副市長 柯文哲是當時的台北市長 那這個案子 柯文哲我不曉得他要怎麼脫身 這條是怎麼會 你是台北市長 你的副市長已經被限制出境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台北地検署傳柯文哲去出庭 是時間的問題 我不曉得什麼事 這個當然也要等市議會這邊 把北市科 金華城 還有那個台志光 三個專案小組 看什麼時候要寒送 通通送到北檢去 看到時候怎麼辦 所以柯文哲後面的麻煩還很多 但我是比較感慨的是說 國民黨到現在還有人 在幫柯文哲講話 我是覺得比較好笑 這個柯文哲昨天甩過說 我是參考其他政黨 結果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出來訪問說 我們不是這樣子處理 這個競選經費的 柯文哲當場就被打臉了 好不好 我沒有 觀眾朋友我沒有說 叫國民黨要落井下石 但是我就一個問題 當我的結論 如果去年藍白河了 在馬英九今天會 大家簽名畫押 然後握手這樣 如果去年藍白河了 今天會有這些事情嗎 沒有 他不會被爆仗嗎 仗就是藍白河一起 聯合競選總部的 這個森鳳兄就內行的 你就沒有上下其手的空間了 所以藍白河為什麼要破局 你問柯文哲 你問黃珊珊 破局了然後就可以這樣子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觀眾朋友回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